好,我们在这个范例中来介绍怎么撰写 这个Windows 8的MetroStat Application 好,我们先开启这个Visual Studio 2012 好,那开启好了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会看到一样在这边有一个File选单 好,我们可以从File选单这边 一样找到MetroStat Application的Template 那VB C Sharp,现在甚至C++HTML的模式JavaScript 都可以撰写MetroStat Application 好,那你会看到我们在C Sharp的这个分类项目底下 有一个MetroStat Application 我们选择Blank Application 就是完全空白的这个应用程式 好,那我们建立一个Test 好,然后按下OK 好,那你会看到它帮我们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范本 在专案当中 这整个动作大概跟过去Visual Studio 2012的时候呢 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那建立好的办法呢 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 那主要的进入点呢 依旧是App.Lemmo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把App.Lemmo展开来看 好,那在App.Lemmo的这个 这个应用程式的撰写程式码的这个Copy High里面呢 一样你会看到 那包含这个Launcher 那包含这个 类似像 Windows Phone的Domant Suspending 这样子的这个Effect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会看到在Launcher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的进入点是 Unlauncher这个地方的App.Lemmo 那进来之后呢 会透过这个Root Frame 你会看到这边呢 参考到了一个Main Page 所以呢 运行到了Main Page这支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Main Page这个地方 好 好 画面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建立一个简单的应用 那 跟过去一样 你可以在工具箱当中 找到你需要的控制箱 我们拉一个Button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来试着抓取这个 使用者的资讯 好 那因为现在的 Windows Metro Start Application的应用程式呢 那 是跟这个Windows Live 还有云端做了相当程度的整合 所以呢 使用者进来的时候 他如果使用的是平板的机器 那进来之后呢 他已经登录到这个 WinRT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抓取到他的相关资讯 所以我们在Button这个地方 试着来抓取User的资料 好 在GitUserInformation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试着抓取一些User的资料 好 在这边呢 我们透过一个像这样子的程式码 来抓取User的资讯 那这边呢 是抓取User的照片 几个会需要用到的这个Namespace 我稍微引用一下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透过UserInformation的 GitAccountPicture 来抓取到 这个 这个用户的照片 那在这边呢 回传的是一个什么物件呢 很有趣的是 它回传的是一个 这个StorageFile 那这是一个新的类别 在 这个 Metro当中 那它是用来处理 这个Metro Application主要的 档案 的一个机制 那在这边你还看到一个 ImageStream 那这个是透过 这个 StorageFile 就是这个Image的File OpenReadAsync 好 透过这个OpenReadAsync的指令 待会我们再解释这个Async 这边加上一个Away 是非同步的 这个应用的方式 我们待会解释 那这边呢 透过一个OpenReadAsync 去开启了这个Stream 那回传的行别呢 是一个叫做IrenderedAsync Stream 这也是在Winfo7 在这个Metro当中 新的一个 类别 那透过这个IrenderedAsync Stream呢 我们可以读取这个 Stream的质量来源 那这边的这个ImageStream呢 我们是把它当做 像过去的Stream 的方式来应用 然后透过一个BeatMapImage 那透过这个BeatMapImage 这过去在 ServileI Winfo7当中都有 那我们把这个 抓到了ImageStream 设定给在记忆当中 的BeatMapImage 最后呢 把它呈现在画面的 Image上面 物件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Image控制项 设定一下名字 OK LargeImage 那待会儿会来呈现 这个用户的照片 然后呢 Message box 是显示讯息的 不过在 这个 我们的Metro step 可以选当中 写法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这边自己做了一个 我们的helper 透过这个helper 可以让程式写起来 简单一些 好 那除了抓取到这个 User account之外呢 我也可以透过User information 抓取到User什么 抓取到User的这个 这个 这边Namespace 稍微引用一下 好 那可以透过这个 User information 抓取到User的 这个名称 可以来显示 所以我在画面上 这里 一样 放一个 text block 来呈现User的名字 好 好 这个 我把文字改大一点 OK 然后一样给它一个名字 好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在程式码当中 抓取到User的 资讯的时候 把它 getUserName DisplayName 就是它的显示名称 抓取到之后呢 把它放到 刚才的这个text block里面 好 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 Async字尾的指令 我们都加上了 await 我们待会解释这个部分 然后 这个是抓取 用户的 照片 好 我们build一下之后呢 就来执行 好 我们可以在 这个Metro当中 直接执行 Windows 8当中 直接执行 这个Metro的应用程式 好 当我按下这个button之后呢 你看到它就去抓到 我这个账号 在Windows Live上面的 这个 显示的名称 还有它的照片 好 我们再回到 开发环境 好 那当然呢 应用程式不会只有一个页面 我们 稍待片刻再来解释 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async和await 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 要怎么去 建立第二个页面 那我们可以透过 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样的方式 如果你刚才观察 app.lemon 你会发现 其实页面的切换 是透过 frame的navgate 直接navgate 到一个特定的页面 那跟supply Winfo7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再是放页面的名称 而是放页面的type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type of 页面的这个物件 你也可以把参数这样透过 后面这个 参数的物件带进去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写法 我们切回到应用程式开发的环境 我们可以在这里建立第二个页面 那我们可以在专案当中建立一个 在new item这个地方找到 Windows Metro的Basic Page 那Brand Page呢 是里面没有任何 帮我们加上任何程式码的 那Basic Page呢 可以帮我们加上一些 应用程式的一些help 包含帮我们处理回到上页啊 等等这些动作 所以我们在这边用一下Basic Page 我们叫做Basic Page Tool 好了 好 他这边问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要在专案当中 帮我们加上一些相关的 这个class 在common这个资料夹底下 我们选yes 你会发现他帮我们在common这个资料夹底下 会加上很多相关的 这个档案 那包含Lemo的这个样式 style啊 这些内容 还有包含这个 例如说 suspension的manager 这是一个helper 那包含这个layout award的page 这个page呢 里面也帮我们处理一些 基本的go back go forward 等等这些功能 好 所以呢 这样子我们有了Basic Page Tool 之后呢 我们可以试的在main page 这个地方 一样放一个button 然后呢 连接到这个第二页 当然 你正式在写这个 metro style application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你哦 那 尽量用这个 application bar 来取代像这样的button 那这边我们是做示范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 是 go page 2 好 那当按下go page 2之后呢 在click 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连到 第二个 第二个页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码的撰写方式很简单 你可以透过 list点 这个 这个 .frame 的nav gate 好 直接到 第二页 注意里面是type 所以 这边放的是 backspat tool type ok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传参数的话 可以把参数传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 传一些参数 例如说 嗯 在 第一页上我可以放一个 testbox 好 那在第一页上我放一个testbox 然后在这个testbox里面 可以撰写一些内容 让使用者撰写一些内容 带到第二页去 所以呢 在这边我放testbox的文字 ok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来到第二页 我们到第二页的时候呢 可以试着去抓取 这个 带进来的参数 所以我试试看 在这边 呃 可以从 patch这个地方好了 好 在这个页面上呢 然后呢 我可以从 我可以overwrite这个 on navigated to 那 跟过去一样 我可以抓取到这个参数 然后我可以把它显示在画面上 我们试试看 拉一个简单的 block 好 在这个block上面呢 来显示抓取到的参数值 好 你会看到这边的prometa 啊 那我们传过来的行别是string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当作string来用 好 好 我们来看执行的结果 好 我们直接在这里 做执行的动作 好 我们转到local machine里面 好 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有尝试过 啊 我在这边 呃 撰写一个 啊 abc 那这个testbox要带到第二页的 所以我这边go page2 好 你会发现go page2之后呢 abc果然被带到第二页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内建的 这best page2上有一个内建的back牛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back牛回到上一页 可是你可能会发现 诶 它确实是回到上一页了 可是 诶 怎么testbox里面的资料不见了呢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页面当中切换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来 好 你可以在这个 呃 main page这个地方 哦 在main page这个地方 哦 哦 来透过调整这个 navigation page mode 来决定这个动作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 呃 main page这里 哦 那一进来之后呢 把这个navigation的 catch mode呢 调整成enable 所以我们再弄一下这个应用程式 好 进来之后呢 一样在这里 我们随便输一些内容 哦 然后到第二页 哦 那再回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值 依旧是存在的哦 好 不仅如此 哦 在这里输入的值 我们在这里抓到的 例如说 test block 和image go back到 go to page 2 之后 再go back 你会看到内容都依旧存在的 OK 所以透过这个navigation page mode 可以帮我保留画面上的这些资料 好 我们可以按下altf4 来结束当前的应用程式 好 那回到开发的画面当中 好 从上面的范例 你可以看到 呃 我们透过这个 menstrual style application的 基本范本 来建立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式 建立两三个 两个页面 然后并且抓取这个 整合的云端的 这个windows live account的资料 呈现在画面上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看到 页面切换的方法 以及这个windows menstrual style application的 页面的保存方式 那后面呢 我们要接着来谈这个 呃 更进步的应用程式生命周期 以及async 和这个await 等等非同步的议题 好 接下来段落 我们要介绍在 menstrual style application当中的 非同步的概念 那我们先提一下 什么是非同步 在我们过去日常生活习惯当中 其实非同步 才是进行一个工作的 主要的架构和处理的方式 例如说 我们早上起来 进到办公室 倒一杯咖啡 那你可能不会 呃 咖啡杯杯里面 同时间呃 加水 并且呢 你的左手可能拿这个 热水加水 右手可能就拿这个 一个汤匙做搅拌的动作了 如果你希望甜一点 还会同时加一颗方糖 如果你有足够足够多的手 你可能会同时进行所有动作 因为我们的大脑 可以同时处理这些资讯 所以在人类世界当中 非同步才是一个主流的运行方式 那可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并不是这样 你会看到我们从过去的 这个循序的结构化用程式 来看 那一直以来的概念都是 我们执行完一行程式 再执行完下面这一行 再执行完再下面这一行 它会等上一行执行完 才会执行下面的动作 因为原则上我们的电脑 并不是透过这个非同步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随着现在运算能力越来越强大 我们可以模拟成非同步 随着CPU可以是多核心 我们开始有这个平行处理的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近代程式设计 开始有所谓的非同步的架构 在Sublight 在WPF当中 都有引进非常多的非同步的处理技巧 那特别是 特别是Presentation这一层的应用程式 也就是说呢 如果当你的UI 特别需要 比较顺上的操作的时候 你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 进行程式的设计 简单的说 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的画面不会lag 所以你看透过Winfoam7 保险透过 Sublight所开发的Winfoam7 或者是WPF 著名的应用程式 或者Sublight的网站 相对过去的应用程式来讲 就比较不容易有 画面上反应延迟的动作 OK 好 那这是因为呢 过去在Sublight当中 有很多类似你在画面上 现在看到这样的应用程式的写法 那例如说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长时间 这个花费时间比较长的 远程呼叫透过Web Client的时候 我们是画面上面这样的写法 我们是画面上面这样的写法 那我们先建立一个 这个 Web Client 那因为Web Client呢 在Sublight当中是支援非同步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 Download String Async 字尾 的这个 method 那 只要你看到这个 在Sublight当中 或WPF 你看到这个Async 字尾 你就会发现 当我去执行这一行程式的时候 如果这一行程式的后面 还有其他程式 它会继续执行 而这个Download String Async 呢 会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独立执行的这个Stray 那 在这个EY的背后 同时间去做这样的动作 好 所以呢 Download String Async 就不会从 这个 不会从这个地方 直接有一个回传值 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抓回传值 会在它的什么动作呢 会在它的 事件里面 去抓取回传值 所以你会看到 所有Async 字尾 在Sublight 在这个 单内3.5 4.0的时候 都有一个 相对的 Download String Async 就会有一个 Download String Completed的事件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hook 它的 这个 事件 建立它的Event Handler 来处理 那你现在画面上看到 这是比较 流行的写法 用这个 Anonymous Method 匿名方法 那直接呢 在这边后面呢 就建立 Download String 透过非同步 抓到子之后的 要撰写的程式嘛 OK 所以这是在Winfoam 7 或者是Sublight 当中 WPB当中的 非同步的做法 可是 这样做法有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在做 一件事情的时候 必须等上一个 非同步事件完成 我们先说 这些非同步事件 是对的 原因是因为 我用这样的非同步写法 可以让画面不会lag 所以呢 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的EY处理 并且让这些 比较需要 可能长时间 运行的一些程式码 能够更有效的 来运作 不会使画面上等待 然后造成这个 画面的延迟 可是总是有些动作 必须要在这里面做 所以我就必须把这些 download完之后 抓到结果 的一些判断和动作 写到 它的非同步事件里面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那 可是呢 如果这些动作被 在撰写的时候 必须要连续的做 那就会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是在Sublight当中 假设我 当然这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也常常发生 假设我download 这个 从某个网址 download了一个 这个 HTML 那接着要做 Parsing的动作 Parsing完之后呢 我发现 我需要另外一些资料 所以我还要download 另外一个动作 那再download完之后 我要再download另外一个动作 那只做了三次 其实是这个动作 常常发生 我就必须把程式码写成 你在画面上看到这样 变成像是三层 那 这是第一层 执行完之后 执行完这个 非同步下载之后 在这个事件里面 Completed的事件 WC的Completed事件 去做第二个动作 那在这个 非同步的 这个 回复的download stream Completed的事件当中 我要呼叫第二个 可能去抓另外的资料 Parsing完结果了 那依照需要去抓另外的资料 我这边也有第二层 我这边也有第二层 然后呢 从这里 Completed 去抓取回传值 然后呢 当完抓取回传值之后 可能我又要去做其他动作 不见得都是 远端的download stream 或者是其他 这个 动画也是 就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动作 现在在Supply WPF当中 都是设定成非同步 都非同步的架构 所以如果我有很多这样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要等完第二个 第二个动作要等完第三个动作 才能够继续往下做的话 都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状况 每多一层 程式码就会往右边多移一点 你就会开始看到 有一个潮状的像这样的架构 程式码开始阅读 越来越复杂 其实 这些动作 只是为了实现一件事情 就是喝咖啡 那 但是喝咖啡 我可能同时要做 这个 倒咖啡 我同时要 找出这个 三合一咖啡包 同时要加一块方糖 再同时要 加热水 同时要搅拌 所以呢 为了达成喝咖啡一个动作 很多事情是非同步做的 这样效果才会比较 performance 才会比较顺畅 不会有lag的情况 但是呢 却使得我程式 必须要像画面上看到这样撰写 那 这是比较新潮的解法 那 过去比较古典的解法 是你在画面上 看到的 好 这一张 像是这样子的写法 那 你会发现这样的写法 跟上面那个写法 差不多 只是原本的 anonymous method 匿名还是 改变成一个真正的delegate 所以你会看到 第一个呼叫 呼叫完之后 在这里 那Completed的事件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呢 Completed的事件 这边呢 有一个event handler 所以连接到第二个 这里 这个地方 然后呢 第二个这个呼叫呢 再进行 然后呢 download string async 非同步 然后结果呢 又从这边呢 Completed的event 连接到第三个 那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动作 然后再从这个 Completed的事件 连到第四个 所以一个工作更惨 程式码变成四段method 才能够完成一个喝咖啡的动作 这并不是我们要的 那 虽然在电脑执行上 确实是这样子 可是呢 我们原本只是为了 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其实只是为了 去网路上 读一段 这个 rss 或atom的资料 然后做些parsing 然后读一些detail 却导致我们的程式码 要拆成很多段写 所以这样的写法 并不是非常理想 因此在MetroStatification 在这个大内 4.5开始之后呢 有所谓的await 和async的写法 好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刚刚提到 透过刚才这样 非同步的写法 虽然可以让我们的画面 不会lag 但是做一件工作 要拆成很多段来写 那 形成无以伦比的难以阅读 那你还更难想象的是 在刚才这些程式码的写动作里面 你还要处理exception 那整个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在Windows 这个Runtime Windows RT 就是MetroStatification Windows 8 和大内4.5当中 开始引进了 透过这个 Task 即可自为的Metro 它就是一个非同步的呼叫 那非同步的呼叫 你要等它的结果 来 继续进行后面的动作 你就要透过它的事件 那可是呢 现在我们在 Metro和 这个新版的开发技术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在 这样子的非同步呼叫的Metro 前面加上await的关键字 那 那 只要加上await的关键字呢 在编译器这个地方呢 会自动在这个Metro当中 加上一个断点 加上一个断点 这个断点的感觉 就很像 你过去 在撰写这个 前面的 我们看一下 前面这个Servite应用程式的时候 在这边的这个 Sync 前面这个地方 在这里 本来是没有回传值的 但是呢 加上await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抓到回传值 那当然 真正在运行的时候 并不是这样 这只是 Compile 在帮你做的动作 那其实他在骨子里 还是去进行这样子的 事件处理的动作 那只是呢 因为他自动帮你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断点 然后呢 让你这边的应用程式 可以用非同步呼叫 抓取回传值之后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的内容 就可以执行 后面的这个事件 里面 也就是抓到参数结果之后 要进行的动作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 现在在撰写 非同步的时候 可以同时想有 在画面上 观看程式码的时候 比较简洁清爽的好处 并且呢 不会造成画面lag 也就是说 你可以同时想有 非同步的好处 但是在 撰写应用程式的时候 也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其他的就交给Compile 去帮你做这些处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码的写法 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在 介绍上一支范列的时候 也提到过 如果我今天要 抓取这个 远端资料的时候 在metro当中的 webclient 变成htpclient 所以你可以通过 htpclient去抓远端的资料 好 所以你看到 我要抓取一个 远端的资料的时候 我可以在 async method 的前面 加上一个await 当我在这边 加上await的时候 程式 就会帮我 自动在这边 有一个断点 本来在 git string async 这个地方 本来在git string async 这个地方 我要建立一个事件 然后呢 在事件当中 去取合它的回传值 但是这边 等于compile 就自动帮我做了 所以看到这个await 看到这个await 我在这个await当中呢 就等于 我建了一个 git string async 这个complete的事件 然后呢 后面 从这个断点 后面的程式码 就被包在这个事件里面 来执行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宣告一个result 去抓取git string async 的结果 然后呢 抓取到之后 我再从这个result 往下执行 那往下执行的 往下执行后面的 这段程式码 就是从这边开始的程式 就等于在git string async 的后面 的这个事件 complete的事件 当中来进行的 所以 当我的程式码当中 有连续多个async 和await的时候 就不会让我的程式码 阅读变得 像刚才以前一样 那么困难 那不过这边 你就要留意到一个 一个现象就是 当我在这里 透过await 来做一个非同步messor 做的呼叫的时候 那特别是在一个messor里面 自己撰写的messor里面 为了让compiler知道 我可以在messor里面 加上 依照这个await 来加上这些断点 我必须在这边 加一个async 修饰制 那同时间你也可以知道 当某个messor 被加上了async 修饰制之后 就表示这个messor里面 有非同步呼叫 有非同步呼叫的 这个指令存在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messor被呼叫的时候 电脑就不会等 这个messor呼叫完 执行结束 那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所以你会看到 在我这里呼叫 git remote data的时候 前面有一段 这个程式 后面有一段 这个程式 那但是实际上呢 我的程式码 从上往下执行的时候 会不会等这行程式执行完 再来执行这行 会不会等这行程式执行完 再来执行这行 好 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好 这是一个我们先前提到的 非同步的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 那 这边呼叫了一个git remote data 那在这个git remote data 这个地方呢 我们透过htp client 那如果你熟悉的话 过去也是web client 来去这个网站 去抓取 这个一段资料 那我们先把这个网站 launch起来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网页 在这个网页里面 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是暂停隔0.5秒 然后在画面上 显示出一段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网页 就是这个网址 那就是呈现出这个 这个页面的内容 好 那 知道这个呈现 这个页面内容之后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个git remote data 这个地方 现在在 metro 这个start application 当中 为了让performance更好 所有可能会需要花长时间运行的程式 都被设计成的metro 所有可能会需要花长时间运行的metro 都被设计成非同步的 所以呢 在metro当中 你无可选择的 会大量使用非同步 也因为这样 才会衍生出 需要await和async这样的设计 主要还是为了performance 整个 这个response的反应的效果 那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 get string async 这个地方 我们去抓这个页面的内容 因为它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 所以呢 它后面的动作 就用非同步的方式来设计 好 那如果它是用非同步的方式来设计的时候呢 前面可以加上一个await 所以这个result 就等于是在get string async的结束之后 等于是completed的事件之后 才会抓到这个结果 而后面这边呢 这段程式码呢 则会在这个result抓到结果之后 才会继续执行 所以 这一段程式码 虽然是非同步的 但是呢 你会看到 它抓到结果之后 把它填到test box里面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包在一个method里面 所以method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要问的是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的 这个test box1 先是一个start 然后再来是finish 然后中间是这个 刚才抓到的时间日期 所以我们实际上去运行的时候 当我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是先显示时间日期 还是先显示finish 是先显示时间日期 还是先显示finish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没有用await 那并且呢 这边虽然是非同步 这边是一个非同步的呼叫 而且这边加上async 就表示这是一个非同步的method 那 只要看到非同步的method 你的应用程式呢 你的应用程式呢 就不会 执行的时候 就不会等待它 所以我们来看执行的结果 所以你会看到 那我们实际上在运行这支程式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运行这支程式的时候 button1按下去的时候 先出现start 我们来看一下 先出现start 然后会出现finish 而非同步呼叫 则是在最后才抓到这个结果 这个 你会看到 先是start 再是finish 再是这个结果 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到 当我的程式码用到了await 在这边呢 就会透过非同步的机制 去呼叫这个method 并且在呼叫完成之后 把await 这个断点 后面的指令 放在 等于是放在git string async 相对的git string complete的世界里面来进行 所以呢 这个method 就是一个非同步的method 那因为 它要求我们在这边加上await 之后呢 这边要透过async的关键字来修饰 这样子compile才知道 我们可以在 可以在这个method当中 帮我们自动加上这个断点 所以呢 这边 这个git remote data 就变成一个非同步的 这个method 也因此呢 在这里 执行的时候 就不会等这边 执行结果结束 而会继续往下执行 最后呢 才看到这个时间日期 呈现在我们的画面上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 非同步设计的时候 需要了解的这个概念 好 但是我们试着来换一下程式 我们用下面这段程式 好 那 你会发现呢 在下面这段程式码这边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method 那这个method是 get remote data async 我们自己加上了async的字尾 一样做这样的呼叫 那只是呢 我们不是直接写到UI里面了 我们是把它结果回传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await 然后抓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把这个result 把这个result 直接做回传的动作 那 我们要建立这样 自己的非同步的method呢 请注意 回传字必须改成一个task 然后呢 get data async回传的是一个string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就用一个task string 来当做它的回传值 所以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 我们透过task of string 作为它的回传值 那 当它透过task of string 作为回传值的时候 那这个 就会被宣告成一个awaitable awaitable的这个method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await的关键字 来去呼叫它 那当这边 透过一个await的关键字 来呼叫它的时候 这整个回传值 这个整个method 是用非同步的方式运行 但是在抓到值之后 也是以这个非同步的方式 来回传给我的主程式 在这边呼叫端 所以这边加上一个awaitable 那后面等于是在这个断点 awaitable 你看到awaitable 都是一个compile 会帮你做断点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 这个断点之后的程式码 就会被包在 这个get remote data async 你可以想象成 它的complete的时间当中去进行 所以抓到回传值 并且加到test1里面 然后再加上这个 把它加到test bus1里面 所以你看执行的结果 所以这次我们在去run的时候 start会等回传结果 再往下运行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撰写非同步的应用程式 不管是用哪种方法 在撰写非同步的应用程式的时候 我的程式码阅读性 就变得更加简洁 同时间也可以保有它的效能 所以这个是在Windows 8 MetroStat Application当中 这两个技术当中的 非同步的一些概念 以及使用的方式 好 在这个MetroStat Application当中 有一些新增的控制项 它并不像WinFone 7有 Panorama和Pyfit 但是配合平板呢 它有一些像是Fleet View 或者是Semitic Semitic Room 等等这些 过去我们在Semitic当中常用的ListBus 也可以使用ListView来取代 过去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ListBus 是一个多项目选取的控制项 在Windows用程式 或者是在WinFone里面 比较适合拿来放多个Item 只是我们把它当作View来使用 现在在MetroStat Application当中 就真的有一个View 可以一样来做Template等等这些方式 那除了ListView之外 还有一个GreedView 也是一样 它是用方格的方式来呈现多个项目 一样都支援Binding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两个蛮好玩的 一个是Fleet View 一个是Semitic Room 那当然在MetroStat Application当中 也支援Application Bar等等这些机制 我们先来介绍Fleet View的部分 那我们直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来尝试一下这个Fleet View的部分 我们建立一个Apple One 那Fleet View蛮适合用来做多个项目的呈现 那特别是多个页面啊 大图档啊等等这些的呈现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直接加入一个Image的资料夹 然后里面放几张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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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有准备好几张 比较适合显示的大图 我顺便挑几个颜色 有一些差异的图片 来显示 OK那在场景当中呢 我们可以直接加上一个Fleet View 的控制项 那你可以在工具项当中直接找到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Fleet View 拉到场景当中 当然你要设定它一下 它的这个Layout的方式 这部分跟整个过去的 Supply的Lammo 几乎都完全一样 那我在这边直接 用Lammo Code来设计 来撰写一下这个Lammo的指令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Fleet View的Item 来呈现多个项目 那我们在这个Item当中 就放一个Image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现在在Winfoam 7当中 顺便提一下 在专案当中的资料 那它的类型 例如说在这边 它的类型是Content 在专案当中的Content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URI 的方式来显示 现在在Winfoam 7当中 也有一致性的URI 你可以透过MS APP 开头 例如是APPX 这个Data等等的方式来抓取 你需要的档案 我们做三个 这样子的View 并且放不同的内容 那它当然也支援一些像是 Selected Index 等等这些事件 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在呈现的时候 如果你有触控的话 呈现的方式 会以触控的方式来显示 好 我们设计好之后 就可以试着来执行看看 你会看到我们在一个Free View里面 放了这个Free View Item 然后每个Item里面再放这个Image 事实上除了Image之外 你可以在这个Free View Item里面 放任何的物件 或者是Grid 或者是多个物件 一个容器 等等这些东西 好,我们来看执行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这个 Local Machine上来执行 你会发现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滑鼠操作的模式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滑鼠上下 这个切换页面 那因为整个Mentral Style Application 是适合在这个滑鼠 也适合在这个触控萤幕上做操作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触控萤幕上操作的话 会是什么样式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这个Simulator 然后我们试着Run这个Simulator 你会发现它会launch一个 这个Simulator的画面 好,你会看到它launch 这个Simulator的画面之后呢 我就可以在一个有触控功能 我可以在这边模拟触控的环境当中去操作 所以你会看到我在这边 可以用触控的方式来切换上一页或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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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整个操作的动作就会变得相当的顺畅 所以如果你在没有触控的环境当中 你可以点选这个上下页的按钮 再用滑鼠 那如果你在有触控的环境当中 可以用手指直接透过flip的动作 就可以做这样的切换 那这是在MetroStay Application当中的一个新的控制项 过去呢 我们在Winfoam声明当中 可能相当熟悉Pyfit或者是Panoroma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直接用flipField来呈现类似的效果 好接着我们来看在MetroStay Application当中 关于资料存取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过去在Servilize当中 有IsolateStorage 那现在在MetroStay Application当中 我们有ApplicationData 那现在在MetroStay Application当中 ApplicationData变得 使用的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那ApplicationData有分为三个储存的地方 包含Local、Roaming和Temporary 那顾名思义你可以了解到 Local就是存取在这个Device上的这个档案 或者是设定 那Roaming呢 则是同一个用户安装这支App 在不同Device上 例如说我可能安装有PC的一台桌机 那并且平板呢 又用同一个Windows Live的Account 安装另外一个平板 那这个资料呢 你想要在两台Device上做切换的时候 还是可以处取得到 我们可以透过Roaming的机制 那至于这个Temporary呢 则是暂时性的资料 那OS可以自行决定在任何时间点 那他想要杀掉的时候就可以杀掉 这个是Temporary 那在应用程式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只需要暂时保留 应用程式离开 就消失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放在Temporary里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待会后面还会介绍 Project Content 还有Firepicker 那Firepicker抓取的是实体的档案 那Project Content抓取的是这个 这个专案当中 安装到这个用户端之后的这个 Installation Installation Local 就是安装的位置的这个档案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专案的内容 就是过去 我们在抓Project Content的时候 那些内容 那至于Application Data呢 则是一个 类似像Isolate Sturge 一个虚拟的位置 你并不需要在乎它在什么位置 但是呢 它可以透过系统 OS之行来管理 来使用的一个储存区 好 那这个类似Isolate Sturge的机制呢 又包含了几个部分 那分别呢 针对该App 针对不同的用户 那Application Data 除了刚才的三个储存区之外 又分为Sitting和Fire 那Sitting呢 是可以存取这个设定值 那它是以这个 KeepValuePier的那个形式存在的 那实际上存取的位置是Regist 那Fire则是可以存取Binary的资料 那目前Sitting资源的型别 就是WinRT资源的型别 那系统会自动管理这个存放的位置 自动区分使用者 所以你用不同的Windows Live的Account登录 会是不同的这个储存区 那它会跟着 资料的生命中期 会跟着该App的移除而消失 所以如果 这个应用程式被安装 那它就会有这个储存区 移除它就消失 那刚才我们说过 分为Local 弱名和Temporary 那Application Setting呢 适合这个存放比较小量的资料 环境的设定 那使用者 那例如说喜欢的配景 颜色 这个 用户在执行不管是游戏啊 或者是应用程式啊 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设定值啊等等 那你可以建立一个Container 来区隔 这个 不同的资料 那预设就是 Default的Container 那你可以把Container 去想像成是Folder 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区隔 那 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Metro里面 新增了一个Composite Setting 可以用来 这个 存取 有相关性的一组设定 因为过去我们 透我们来使用这个 Isolate Stochic Setting的时候 会发现 可能有 三五个资料 三五个Sitting 它是有相依性的 那 过去你比较不容易区分 可能要自己在命名规则上做一些区分 什么 Local 开头 加底线啊 或加什么方式做区分 那现在呢 你可以透过Composite Setting 来把一组有关联性的 相依性的一组设定 放在一起 那Sitting 可以是Local 也可以是Roaming的 那 系统会自动在用户 安装了这个App的Device之间 去同步Roaming的Sitting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有一个萤幕 这个App的背景延伸设定 或者是App的进入这个文字的大小啊 这个喜好设定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存在RoamingSitting里面 就是Application Data的这个Roaming的这个Sitting里面 那它会在你用这个用户的名称 这个Windows Live ID 就是MS Account 安装在不同的电脑 不同的这个平板上的时候 Windows 8 上面自动去同步这个Roaming的资料 Roaming的设定资料 让你到PC上 执行完之后的设定值 将来在平板上会看到一样的设定 OK 那至于APP File就很单纯了 就是如果你要存放一些比较大量的 这个Binary的资料 你可以用通过APP File 那你也可以自行建立这个Folder 来管理档案 好 所以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Application Data在这个Metal当中分为三个储存区 分别是Local Roaming和Temporary 那Local和Roaming呢 又当中又可以有Sitting和Files 那如果你需要漫游的资料 你可以透过在不同Device之间Sync的资料 你可以透过Roaming的方式来做 那Temporary呢 你可以存放一些这个暂时的档案型资料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Local Sitting 那使用的方式很简单 现在都是从Windows Storage开始 Windows Storage的Application Data Container 你可以从这边抓到一个Local Sitting 那你会发现呢 从Windows Storage Application Data的 这个Current Local Sitting 抓到一个Local Sitting的物件 它的Type是Application Data Container 因为Sitting的部分呢 都是从Container开始的 你可以自己建立Container 但是Default他就给你一个 Application Data Container 那透过这个Local Sitting 你会发现你可以直接 Values 然后里面给名称 就设定它 OK 不用做额外其他的动作 如果是设定Sitting值的话 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Composive Sitting呢 如果是一个Composive Sitting呢 你则需要去New一个Composive Sitting的物件 你可以New一个 Windows Storage的 Application Data Composive Value 这个Composive Value 就是一组设定值 然后在Composive Value 设定完之后呢 这个物件建立好之后呢 我这边建立一个Composive的物件 然后呢 你可以在里面去给它不同的设定值 那可以是不同的行别 那这一针组织呢 最后你再把它放在 这个Local Sitting的 某一个Value里面 就可以了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很容易去管理 单一的这个资料 或者是 复合式的 比较相应性有关的 多个这个设定的资料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Local Folder的部分 那Local Folder 其实 就是这个 Binary资料的注射区 你会发现它操作的方式 也很简单 你可以透过这个 Windows Storage的 Application Data Current Local Folder 去建立一个 这个 Local Folder的Instance 那它的Type是Storage Folder 那这个Local Folder 就可以对应到 我们的Application Data 那Local的这个位置 那 在这个Local的位置当中 你可以去Create File 你可以去Create Folder 你会发现 全部都变成Async的方式 所以呢 这边透过一个 Local Folder 来做这个 非同步的 应用程式的 呼叫 来建立这个档案 那这边的这个Creation 的 这个Collection Option 是 如果档案已经存在 我就把它 replace 那 在前面这个地方 给了档案的名称 那最后透过File IO 那 API也有所改变 File IO 可以帮助来做 这个 文字资料 或者是Binary资料 的这个写入的动作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指定的资料 写进去 所以透过这样的话 我可以做开档 并且建立资料的动作 我们来实际上试一下 好 我们切换到 这个开发环境 那你在这个 开发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 试着来 建立一个Button 然后在这个Button上 做资料的写入 那我一样 在这个Button 画面上 做文字的输入 和写入的动作 好 首先我在工具箱 这个地方 一样抓一个Button 那这是负责 待会写入的动作 然后我在这里 放一个 这个 Test Box 里面来放 我要写入的资料 OK 那这个Test Box 我稍微改变一下 它的大小 好 那当我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最后做 储存的动作 那存到我指定的位置 OK 那这Test Box 我也给一下名字 OK 在Button 1 Click的时候 我要 把资料写到Test Box 1里面 所以我使用的方式 就是你刚刚在画面上看到的 我直接 使用一个 这个 Local Folder 去抓取到我的资料 然后呢 我要填入的资料 抓取 Test Box 1的文字 然后呢 在这个Local Folder 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用到了Await 所以记得你要在这个地方 加上Async的关键字 然后把资料 放在DataFile.txt里面 然后写入什么资料呢 写入刚才我们的Words OK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 你可以透过一个对话视窗 把这个Message 显示出来 那因为我 习惯用Message Box 那不过这个部分 是我自己写了一个Message 所以你可以自己写一些Message 常用的Message 常用的Message 来做这些常用的动作 那现在在Message裡面的Message Box 你可以看一下 在Message裡面的Message Box 它是 在我另外一支 DL 后面再让各位看这个部分好了 因为我这边自己做了一个 像这样的Message Box Message 然后做一个Show的方法 那方便我们来做这个显示的动作 OK 好 我们先看到这边 然后看看 资料能不能正确的写入进去 所以我在文字方块里面填一些文字 然后按下Button的时候 把它存到Application的Local Folder里面 那存在Local Folder或Local Sitting里面的资料呢 都会在本机 都会在本机的储存体里面 那它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储存方式 不管你的应用程式在 Suspending 或者是在任何的动作底下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储存 会比较理想一些 我存一个ABC 然后把它存起来 好 按下Button之后 看起来是 存起来是OK了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再做另外一个Button 把资料读取出来 所以呢 我们切换回设计的画面 然后 刚才的这个 SaveButton 我再做一个Load OK 在这个LoadButton当中 我直接撰写应用程式了 在这里 我一样做开档的动作 那 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我可以在这边用StoryFile 你看到我们可以直接用StoryFile 这个类别的 这个GetFile FromApplicationUriThink 你会发现 这个静态类别里面提供给我们的方法 可以透过一个URI 来去做这个开档的动作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程式码当中 给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URI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的MS 这个AppData 指向的就是一个 Local的Folder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档案名称 我们来试试看用这样的方法 好 好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这边是一个Awaitable OK 那URI给一个 好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StorgeFile 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抓取到 那 抓取到这个StorgeFil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大方的 透过 FileIO 点REITASC async 然后去抓取这个 StorgeFile里面的内容 那因为它一样是一个Awaitable 你会发现 所有 需要长时间运行的 包含这个档案处理 全部都变成非同步 都是Async 所以我们这边加上一个Awaitable Await 然后 再把 这个 读到的文字 放在TestBox里面 OK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应用程式的撰写了 好 我们可以试着来 运行看看 好 那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透过这个load 去抓资料的时候 一样 这个里面的ABC 刚才存取的档案 就被我们抓取到了 那 有趣的地方是 你会看到我们这边 存档的方式 和读档的方式 稍微有点不同 读档的方式呢 我直接透过StorgeFile的Git 这个File from application URI 透过URI的方式去 做这个读档的动作 然后这边放的是 APPDATA 冒号 写线写 然后这边指向Local 好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可以更简别的 更这个 便捷的去做 读档的动作 然后透过File IO 去把档案读取出来 那这边呢 则是 透过标准的 这个StorgeFolder 用Corent的LocalFolder 取得一个StorgeFolder 在这个StorgeFolder 底下呢 再去create一个File 然后呢 把档案透过File IO的 WriteTextAsync 去做读档的动作 好 以上就是 MetroState Application当中 的 ApplicationData ApplicationData Local File部分的 一些存取的示范 好 接下来这个范例 我们要来看 在MetroState Application当中 抓取这个安装目录下的档案 那这是 非常常见的一些 使用的方式 那原因是 我们可能会在 这专案当中呢 例如说 放置一些 影像 或者是 影片 或者是 其他的 这个 文字档案 等等这些资讯 那 我们在 放置在这个 专案当中的时候呢 例如说 我在这边 放置一个 这个 这个 Folder Files 好了 那在这边 我可能 会 放置一些文字档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物件 那方便我在 这个 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呢 来使用 那例如说 我这边有一个 ABC的文字档 那里面 现在我们 来撰写一个 Hello 好 那我把这个文字档呢 直接放在这个 Files 里面 请注意 在设定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 Content Content这个类型 好 那过去我在 Supply 当中呢 或者是在Winfoam 7 当中呢 需要花比较大的功夫 去抓取这个档案 来呈现 那现在我们相对变得 简单很多 那我们可以试着在 画面上放一个Button 当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们来试着抓取 这里面的内容 并且来显示 程式码相当简单 我们只需要呢 透过这个Storage File 那现在我们 呃 跟过去不同的是 以前使用的IsolateStorage 现在是ApplicationData 那在操作档案上 我们可以使用Storage File 那Storage File 现在有一个Message叫做 Get File From Application Uri Sync 那请注意这个Uri的部分 现在你要抓取档案 你只需要在这边 给AppX 冒号 然后 Files 指的就是这个folder 这样就可以抓到档案了 相当简单 那抓到档案之后呢 我们用FileIO的 ReadText Sync 就可以把档案抓取到 请注意这边都是非同步的 所以我加上一个Sync 好 那最后再透过我自己写的Message Box 这个函式呢 把 呃 这个 应用程式 抓取到的资料 来做一个显示的动作 所以我这边Reference 一个自己的 这个Class OK 我们来看执行的结果 好 那我们刚刚在文字档里面放的是hello 所以我按下这个button抓取的时候 你会看到hello就出现了 OK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现在在Winfo 7当中 现在在这个MetroStat Application当中 可以很简单的用像这样的Uri 就去抓取到你在Counter里面的资料 操作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方便和轻松多了 好 在这个MetroStat Application当中 那也跟过去一样 跟我们在Winfoam 或者是在Sublight一样 有Open File 或者是Save File 这样的Dialog 那在MetroStat 我们这边叫做 这个Fire Pickup 那我在画面上放了两个button 一个是Open 一个是Save 那很快来看一下这个Demo 有趣的是这个 Metro当中的Fire Pickup 还可以跟云端的SkyDrive 做整合 那我们先做这个 开挡的动作 那我除了在这个画面上放一个 你看到的这个 Open的Button之外呢 那我这边还放一个 Image 那待会来显示这个开启好的档案 OK 所以我这边放一个Image 是用来显示这个 待会开启好的图档用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在Open里面 来放一些程式码 好 那在这个OpenButtonClick当中呢 我们撰写像这样的程式码 那首先我们用这个FileOpenPicker 来做开挡的动作 你会看到这边我们预设的位置 是Picture Library 那你在这边可以 透过一些这个 开挡的时候的预设的位置 例如说 我可以把它改成桌面 那这边是给这个开挡的 预设类型的过滤的条件 那这边都是开启这个图档的部分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用PickSingleFile 做单档的开启 那你可以在这边把它改成 例如说 这个PickMultipleFileSync 那做多档的开启 开挡的动作 那我这边先开启一个档案就好 那开完的档案一样 会传回一个这个StorageFile 请注意这边一样是用非同步Await的方式 那抓取到这个档案之后呢 我这边只显示它的名字 那我后面再加上一段程式码 顺便把这个档案开启来 做图档的这个读取 那当然前提是它必须要是一个图档 好 那我们在后面程式码加上这一段 那你会看到 我在这边 将这个File做OpenAsync的动作 那因为它是可以awaitable的 所以呢 我在这边加上了await 那因为它运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那接着我用一个这个String 来抓取它 请注意这个String的行别 是I Render Access String 那我可以透过这个 I Render Access String 去接收这个 开启档案 如果它是一个图档的话 然后接着一样 这段各位应该很熟啊 透过Supply的BMAP Image 可以把这个 档案抓取到 并且在机体当中建立一个这个Image的实体 然后设定给我在刚才从工具箱脱移出来的 Image 1的控制项 C-Source并且显示出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好 那你会看到在这边 我可以按下这个开启档案的按钮 那它会列出 这个我的目录 那例如说我在图示组里面 随便选一张图 选开启的动作 你会发现它就被开启到画面上 那并且这是我刚才显示出的开档的名称 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这个开档的这个动作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更有趣的这个写录档案的部分 好 那你会看到在这边 写录档案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 透过这个Save File的Dialog 那我们随意产生一个文字档 在机体当中 然后呢 我们把它尝试写录 那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 写录档案的这个动作 其实刚才读档也可以 我们可以 直接把它写到云端上的SkyDrive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上你看到这段扣 我把它整理一下 这段扣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在这边呢 一样透过这个 这个 这个Five Picker 那这次我们是使用 Five Safe Picker 刚才是 这个 Five Open Picker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在这里呢 我透过这个 Five Safe Picker 那一样给一个 预设的 档案名称 还有档案的形式 我这边用存文字档 那预设的目录 是Document Library 但是使用者 可以切换它的存放的地方 预设存储存的档名是ABC 里面的内容是Hello 透过这个 Save Picker 可以去挑选一个档案 要储存的档案 就跟我们过去在Winfoam的 这个Save File Dialog一样 那开 开起这个档案之后呢 这边透过FiveIO的 Write Tags Async 可以把资料写进去 我们来试试看 那因为我 现在的执行环境呢 是 在Metro的环境当中 并且已经登录了 这个Windows Live Account 所以当我 按下Save 扭的时候呢 除了可以在 我的桌面上 或者是 这个档案系统上 做储存的动作 例如说刚才 图示组这个位置啊 那做存档 做写入的动作 因为我现在的Filter 是存文字 所以刚刚的图片就不会出现 那更有趣的是 我可以写到SkyDrive上面 所以你看到 我这边会launch起来 SkyDrive的App 然后呢在这边呢 会看到我SkyDrive 里面有哪些档案 然后可以做存档的动作 预设档名是ABC 所以我们试试看呢 我们存到SkyDrive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 储存一个像这样的档案 我们先不要做储存的动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SkyDrive 目前我在云端的SkyDrive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好 我切换到SkyDrive的画面 你会看到现在正是我SkyDrive的内容 里面只有这三个档案 在第一层目录底下 好 然后我们切换回 这个 刚才我要储存的位置 我把这个ABC的档案 直接做储存的动作 还记得我们刚才写的 在ABC里面存的是什么 是Hello的文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做 存档的动作 因为它会连到原端 所以时间会比较久一些 那储存完成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回到 刚才这个 我们应用程式的主画面 那我再试着切到SkyDrive 然后呢 我refresh一下这个画面 你会发现有没有 刚才这个ABC这个档案就出现了 我开起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我们刚才存进去的Hello 你会发现它就是我们刚刚透过程式码写入的Hello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可以很轻松的来做云端档案的存取 在我的程式码当中 写法整合了跟过去传统的应用程式 就是这个答案存取的写法完全一样 就可以来实现我在云端资料的存取 那不管是开档关档都可以有这样的功能 以上就是MetroState Application Fire Picker Fire Set Picker和Fire Open Picker的介绍 我们知道Windows 8的MetroState Application 可以很容易的跟其他的App 来进行资料的分享 那设计的时候可以分为分享端和接收端 我们可以透过Data Transfer Manager 来进行这样的动作 然后把我们要分享的资料 包装在Data Package里面就可以了 那怎么设计呢? 其实只需要在Main Page这个地方 透过Data Transfer Manager 去注册它的Hook Data Requested 这样的事件 在这个事件当中 撰写提供资讯的程式码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来撰写做这样的动作 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已经有一个写好的App 但是这个App呢 还没有做分享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Main Page这个地方 可以来做一些程式码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pp执行的结果 好 这个App在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按下Windows 这个Windows C的按钮 Windows C的按钮 来叫出这个ChompBar 那这个ChompBar叫出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分享 那目前没有撰写任何分享的功能 所以没有办法分享资料 那所以呢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在应用程式码当中 来撰写一下分享的程式 好 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只需要在Main Page的 这个Initialize Component这个地方 加上Hook 这样子Data Transfer的事件 需要的 呃 Namespace 我把Revens进来 OK 好 那然后呢 做一个这样事件的Event Handler 好 在这Event Handler里面呢 我可以再提供这个要分享的资料 好 那做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里面 呃 把 例如说我们刚才是一个 这个圣经的App 我们只需要呢 把圣经App点选 选取的那节经文 啊 然后呢 啊 把这节经文呢 透过这个 传进来的参数ARG 啊 那Request 就是Data Request 这样子的物件 那把它封装在Data 啊 的属性里面就可以了 Data的Properties 啊 可以 的Title可以设定要分享的标题 然后Description是一些说明的文字 你可以设也可以不设 那Set Text呢 则是 我这边 呃 分享的是 呃 纯文字 所以我把这个要分享的文字设进去 啊 然后透过Set Text 丢给这个 呃 Data Request 这样就可以了 那 呃用户呢 可以在执行的时候 直接选取 它要 呃 接收这个分享端的资料 啊 来做资料的呈现 所以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分享资料 例如说 我现在在呃 执行 这个 呃我们的APP 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呃 我觉得 某一节经文不错 啊 我点选它 和类它之后呢 我可以在 呃 这边按下Windows C 然后做 分享的动作 你会发现呢 它会让我选取 哎 我有哪些 呃 这个 已经安装的APP是资源分享 例如说邮件 好 那我选取这个邮件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直接把我要分享的经文 啊 从这边载入 然后就可以直接做激发的动作 哦 这样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资料的分享 在APP和APP之间 哦 那以上就是 呃 Metro Style Application当中 啊 资料的 分享 的设计 的一些介绍和说明 嗯 对 你 哇 确认 魅然 以前 猪